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时光匆匆,王一博2023的辉煌时刻 2023年即将过去,而王一博的新歌旁观者万物可爱即将上线 作为他2023年最后的营业,同时也是在12月31号参加湖南卫视的跨年夜晚会 由此,王一博2023年最后两个营业事项已然出炉 其实,纵观2023年王一博的行程那是相当忙碌 而这忙碌的2023年,同时也是他收获满满的一年 从1月5日开始,王一博就进入剧组拍摄长风破浪 剧组唯独拍摄期间还碰上电影无名的宣传 湖南卫视小年夜,上海发布会,北京发布会,月华上市 王一博带着这部作品走到了一个又一个地方 随之而来的上海路演,广州路演,武汉路演,苏州无锡路演 明波路演也成为了王一博 从1月5日至4月4日期间唯一的外出 如果不算3月25日微博之夜的上午,王一博依旧还在拍戏的话 在王一博禁组拍摄作品的期间 粉丝们那是观看了湖南卫视春晚,河南春晚 观看电影无名,微博之夜,可是半点不比王一博轻松 在结束了长风破浪的拍摄之后 粉丝们的步调基本与王一博一致了 除了风起洛阳北京卫视上星之外,《纳长空之王》上映 参加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观看我和我的青春 随着王一博的脚步一起去往香奈儿洛杉矶大秀 华表奖颁奖典礼,纯真见面会 香奈儿东京大秀,抖音电影奇遇夜,微博电影之夜 电影频道传媒关注单元闭幕仪式 上海国际电影节闭幕式,蒙可赖新店开业 湾区声明月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植村秀见面会,乐华演唱会,热烈上映 而在电影热烈的各种宣传录演上映之后 王一博亚运会火炬传递主题曲然又发布了 不久后杭州亚运会霹雳舞宣传片正当然也发布 巴黎时装周,金鸡奖提名者表彰仪式,香奈儿深圳大秀,冰玉火江苏卫视上兴 金鸡奖闭幕式,爱奇艺尖叫之夜,红米手机发布,GQ盛典 时尚八杀开年刊,腾讯星光大赏 再加上即将到来的首张个人EP,发布全新个人单区旁观者万物可爱 在以湖南卫视跨年夜晚会做一个完美结束 属于王一博的2023年也就此落幕 其实喜欢王一博的2023年,他的行程真的是很多 甚至一些艺人的百科词条都没有王一博一年的行程秘籍 他经常连轴转到战姐们都跟得吃不消 能够在如此频繁的工作中连轴转,甚至不间断的禁组拍戏 王一博就值得所有的荣誉与掌声 更何况,2023年对于王一博来说虽然有许多造谣与污蔑 但其中更不乏电影圈诸多大佬与业内在名誉与奖项上对他的认可 这对王一博的未来发展将大有注意 期待王一博2023年最后有一个完美的结局 也期待他在2024年开展更加宏图的事业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随着时光匆匆而过 我们迎来了2023年 也迎来了王一博不可忽视的辉煌时刻 这一年,他以才化洋溢的表现和卓越的实力 让我们见证了一个全方位艺人的展露头角 2023年,王一博的日程安排紧凑而充实 从电影到音乐,从综艺到工艺 他无处不在的身影让人印象深刻 他在古装悬疑探案剧风《起落洋》中的精湛演技 以及首次金鸡奖提名 都展现了他在演艺事业上的不断突破和进步 音乐方面 王一博发布的个人EP旁观者引发热烈反响 这张专辑不仅在歌曲创作上呈现了高水平 更通过黑白系的拉满质感双视角海报 向观众展示了他对艺术的深刻理解 新歌好事成双更是以欢快的旋律为 大家送上了幸福和愉悦 除了在艺术上的成功 王一博在工艺事业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他为甘肃捐款330万元 用实际行动传递了对社会的关爱 成为娱乐圈中工艺榜样 这种为社会贡献的行为 让我们看到了他更宽广的胸怀和责任感 王一博以其全能的才华 出色的表现和独特的魅力 成为娱乐圈的新宠儿 他的艺术探索和对角色的深刻理解 让观众在每一次的亮相中 都感受到他对演艺事业的专注和付出 时光荏苒 而王一博在2023年的辉煌时刻 成为了我们共同的记忆 让我们为这个才华横溢的艺人 送上最热烈的掌声 期待他在未来继续创造更多的艺术奇迹 感谢各位一直以来的支持 让我们共同期待王一博 在艺术之路上继续迎来更多精彩的明天 赵丽颖新剧龙年预约人数破400万 期待引爆观众热潮 2024即将迎来一部 被受瞩目的仙侠新剧《雨凤行》 这部由赵丽颖和林更新主演的作品 已经在预告片中吸引了大量目光 令人欣喜的是 这次的预告似乎摒弃了先前被吐槽的滤镜 呈现出更真实、更引人入胜的氛围 随着预告片的放出 观众们纷纷表示期待满满 仿佛找到了这个龙年最值得期待的试听盛宴 《仙剑》系列等一众仙侠剧 虽增轰动一时 但无可否认 近期的这些作品多少有些满足了观众的审美疲劳 这一次 《雨凤行》是否能够在画面 剧情和角色上为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体验呢 毕竟 她已经在预约人数上突破了400万的壮观数字 足以证明观众对这部剧的期待与热情 预告片是这部剧的先行者 而观众们对于里面的内容十分好奇 赵丽颖和林更新在剧中的角色扮演是备受瞩目的焦点 两位主演再度携手合作 剧情也颇具吸引力 预告片一开场 赵丽颖身穿黑色铠甲 英姿飒爽 勇敢地迎战重敌 呈现出霸气和帅气的一面 但在剧情中 她的角色却多了一份柔美与温柔 与林更新扮演的角色之间 呈现出强弱对比 令人颇为期待这种新鲜的设定 除了角色塑造外 预告片还透露出剧集在画面和特效上的用心 从灵界到凡尘 每个场景都散发着古典东方的独特韵味 这样的细节把控和对古风元素的追求 无疑让观众更期待电视剧的上线 角色转变新形象之亏 赵丽颖在剧中的形象转变也成为热议焦点 她在之前的作品中表现出色 但在与凤行中 她的形象似乎有了新的改变 曾经在风吹半下中增肥扮演的形象 转瞬间在新剧中减肥收获了纤细身材 这种身形的快速改变 着实让人称赞 而主演之一的林更新也为观众带来了惊喜 在楚桥传中 她饰演的宇文月让观众又爱又恨 但在与凤行中 她饰演的角色截然不同 从高贵的宇文月变成了温文尔雅的神君行指 她成功地将这两个角色形象区分开来 不少观众对其表现表示赞赏 这次赵丽颖和林更新的再度携手合作 也让人期待二人的默契与化学反应 他们的表演将如何演绎出电视剧中的爱恨情求 让观众期待之余也怀着一份兴奋 团队力量导演 原著 演员 与凤行不仅有赵丽颖和林更新这样的实力派演员 还有一支强大的制作团队 这部剧由导演邓科指导 原著则是《九路飞香》的小说本王在此改编而成 邓科导演的作品多次获得成功 他在导演方面的经验和才华备受认可 而《九路飞香》作为当下严情小说界的重量级人物 其小说的精彩情节和人物塑造也为这部剧增添了不少亮点 此外 剧中还有众多优秀的演员阵容 《腊木养子》 宣璐 曾礼等演员的加盟 也给剧集增添了不少亮点 他们在剧中扮演的角色形象鲜明 让观众对于剧情的发展充满期待 与凤行的制作团队以及演员们的加盟 让人对这部剧的未来充满了期待与好奇 在这个龙年 观众们有幸能够迎来这样一部令人期待的试听佳作 期待剧集的播出 相信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龙年新剧预约人数破400万 这一数字不仅仅代表着庞大的观众期待 更是对赵丽颖演技和影片质量的高度认可 这部影片集结了精湛的制作团队和实力派演员 注定将成为龙年度过的不可错过的精彩之作 赵丽颖一直以来都是演艺圈的耀眼之星 她的每一部作品都备受瞩目 这一次 她的新剧龙年再次成为话题焦点 不仅因为剧情扣人心弦 更因为演员阵容强大 预约人数一举突破400万 刷新了观众期待的新高度 观众们的预约热情是对赵丽颖一贯出色演技的信任 也是对影片内容的渴望 这次的突破性数字让我们深感观众的支持与热爱 同时也证明了龙年的制作水准和影片质量 必将是一场试听盛宴 作为观众 我们期待在新的一年迎来这部备受期待的影片 一同感受赵丽颖的经验演绎和整个团队的付出 相信龙年将为我们呈现出一场娱乐界的精彩巅峰之作 让我们一同期待 一同共鸣 共同迎接新年的到来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